丹佛 我们的家系列 上次提到海思总统和丹佛反华暴动还有一段渊源 这要追溯到1876年 那一场异常激烈颇受争议的总统大选和一个种族 两个条约 三位总统和四个法案的故事 华人是从1848年加州淘金热的时候 开始陆陆续续移民到美国的 但随着淘金热的消退 和大批的华工让加州劳工功过于求 出现了松多州少的问题 到了海思总统竞选时的1875年 去统计加州华工占总劳工的四分之一有多 也是在这个时候华人开始被各地的报章杂志妖魔化 蓝抢工女卖淫 中国城被描述成了闲人免禁的罪恶冤送 在那时 来自加州的佩吉参议员 1875年在国会提案 禁止华人廉价劳工和妇女移民 到美国从事不到的行业 设配级法案 是美国第一个限制移民的法案 也让美国一直以来开放国境政策画上了句点 这个法案虽然没有杜绝吃虎耐劳的华工 但却成功地限制了华人妇女赴美 也让包括丹佛的美国许多城市出现了华人男女结构严重不均的情况 其实在美华工的问题是源自于1868年签订的蒲安陈条约 这一个在列强割据不平等时代 相对平等的条约 为华人赴美敞开了大门 也让美国成为了公派留学生的首选之地 随着美国经济在70年代放缓 在美华工成为了戴罪羔羊 在国会里渐渐产生了一股以加州联邦议员为主的排华势力 也导致国会在1879年再进一步地推出了第一步的排华法案 由于这个法案明显违背蒲安陈条约的精神 遭到海斯总统否决 此举大大激怒了国会里面的反华派 也让海斯总统一度有被弹劾的危机 为了尊重两国条约的精神 早已决定不再竞选连任的海斯总统 任命安格尔先生为主花工时 并且派遣一个三人委员会 在1880年4月到中国取协议修改蒲安陈条约 并在1880年11月签订了 让美国可以限制华人移民人数的安格尔条约 而1880年又是美国的一个大选年 理所当然华人问题 又成为了两党剑巴弩张的话题 而又鉴于1876年选举的激烈 各党都想争取 反华情况最严重的加州和内华达州的选票 而1880年在选举进行白热化 时候的一封称为莫雷信件 指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 加菲尔 支持华人移民的假新闻 更让各大媒体上吵得沸沸扬扬 就是在这个氛围下 在大选前三天1880年的10月30日 民主党在丹府开了场造势大会 当然在中国进行的谈判和莫雷信件 成为了大家争相讨论的话题 而作为科州民主党口舌 拉夫兰先生的洛基山新闻报 也连续几日妖魔化了本地华人 核大篇幅报道 和华人所造成的社会问题 希望能够让相对没有受到华人威胁 的本地人们也觉得深受其害 进而在选举里 支持民主党的候选人汉考克先生 也导致第二天的反华暴动一发不可收拾 虽然加菲尔总统赢得了此次大选 但没有明确反华的共和党 却第一次失去了加州的支持 随着加菲尔总统在当选后不久急遇刺身亡 来自加州的米勒参议员 又在1882年推出了在20年内限制华人移民的法案 在各方的压力下继任的亚瑟总统 虽然还是反对这个违反安格尔条约的法案 但最后还是做出了妥协 在1882年签署了限制华人移民十年的排华法案 这则是后话